T-38C多次发生坠毁 飞后不久坠毁,这是不到半年时间里的第三起坠机事故,前两次分别是当地时间5月23日和8月17日,T-38教练机是美国人在1956年开始研制的产物,同时也是第一架超音速喷气教练机,在美国除了训练飞行员以外,也被用于训练航天员。 另一边在大洋彼岸的中国,教练机同样受到极高的关注,包括来自于美国人的关注。 近日,美国一本杂志中写道,中国有一款教练机不仅便宜而且好用,目前,在国家市场中教练机和轻型攻击机的竞争非常强烈。 美国杂志中提到了俄罗斯亚克130,意大利M34,中国的亚音速K8以及波音TX等机型,并特别指出,尽管不能现在就判断L15猎鹰教练机能否成为中国出口的成功代表,但廉价的超音速教练机可能会成为未来几年。 中国在亚非拉地区不断扩大影响力的一个有趣标志,猎鹰教练机对于教练机的需求方面,其实中美是有一定相似之处的,例如希望其可以具备一定的作战能力,这样能够在海外市场充当一些小国的主力战机。 再者就是这种飞机要价格低廉,不论制造价格还是飞行成本,美国杂志中指出,目前美军正在几乎购买并评估的新型教练机,每架机身价值在3000万到4000万美元的几种设计。 然而中国已经开始使用自主研制的超音速飞机,每架飞机只要1000万到1500万美元,还可以体验到媲美F-16、F-18的感觉,还可配备霹雳系列导弹。 美国军事专家分析认为,由于便宜又好用,同时又拥有四代机的座舱和体验,因此中国的猎鹰教练机很快将遍布非洲、亚洲和拉丁美洲。 灭鹰教练机,有分析人士认为,虽然灭鹰是一款外貌型高级教练机,却也是国内唯一一款完全按照国际标准研制的教练机,凭借优异的性能,灭鹰教练机完全可以与国外正在发展的T50、亚克剑130等高级教练机相当,在战荷能力和机动性能说,甚至可以与每周互相媲美。 虽然灭鹰教练机在速度和火力方面不敌苏道35这类战机,但美国人指出,对于那些不希望与军事大国作战的发展中国家来说,不实为一个最佳选择。 事实上,这一点美国人并非最近才意识到,早在去年一名空军杂志主编就指出,T38已经严重和21世纪水平的飞行员被盗而驰了。 据美媒报道,在9月30日之前,将决定约350架新型教练机,由哪个集团的飞机得标。 目前有三个航空团队参与竞争,最终争取的除了350架飞机的制作意外,还有飞机的后勤与改良,总获利高达160亿美元。 丁允则任编辑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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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丁允则任劖辑。 感谢观看